好了好了 他們都說好了 大家都要結婚了 我都想結婚了 你不要看著我跟我說這種話 對不起 我會有壓力 畢竟我對你 我沒辦法抵抗 你這樣一抱 承承看不了 是是是 接著我要帶來這首歌 跟前面兩首風格完全不一樣 差很多 剛才都是 嬉笑怒罵開心的歌曲 接下來這首歌 另外一個面向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們三個人 像林道遠 只有結舌肩膀 大大肚皮 好笑 沒有這個 小錢 結舌肩膀 大大肚皮 好笑 大錢 英俊挺拔 我們下一首歌是 好了 好了 這樣意思是我們三個人 都是搞笑的 所以大家很喜歡看到我們搞笑 也很習慣了 但是 我們在出道之前 有經歷過很多事情 像我跟我弟就在街頭上面 尋找知音 對 尋找回應 所以我們去當街頭一人 當了好一陣子 才有出道的機會 是是 然後像我在 進到這個圈子之前 我其實是在夜市擺地攤 做手工手環 對 但是其實我一直很喜歡唱歌 然後我覺得這是 上帝給我的一個恩典 所以我一直在堅持這個夢想 然後在追求這個夢 對 然後 很幸運的是 我們經紀人 帶我們認識了一個很重要的人 他是李正凡老師 李正凡老師又跟姚洛榮老師 他們兩個人知道我們故事之後 還有一個下針鋒 大概這麼高這個 下針鋒 好 我怕大家忘記他 忘記他 我們四個人的故事 他寫了這首歌 弟兄 是 弟兄是講有關人生 有關堅持 不要怕困難 往前進的一個故事 沒錯 而且我相信不只是我們四個 大家聽到也會跟你們生命 會有共鳴的 對 我覺得大家在人生當中 可能有碰到一些的困難 或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這歌 我覺得可以給大家鼓勵 對 然後再來跟大家講一些事情 如何突破困境 像我本人 我是個陰痴 我非常非常的嚴重陰痴 大概默契了 但是 不要講 好… 但是老師 老師相信我 他就看著我眼睛說 只要你誠懇地做表演 觀眾朋友一定會感覺到你的力量 是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 聽聽這首歌 我們認真地為你唱一首 弟兄